说到西藏徒步,总让人有种可望而不可及的敬畏 但其实,在西藏山南,一条名为库拉冈人的徒步路线 正越来越成为许多人的高原休闲徒步首选 库拉冈人屹立在喜马拉雅山脉中段的主体线上 其主峰7528米,为山南地区最高峰 传说山上有作用宝石和水晶砌成的宫殿 藏族英雄人物格萨尔王就居住在里面 这里雪风环绕,冰川伶俐 有着堪比尼泊尔EBC的壮美 也有白马林错,折公错,戒酒错等一错再错的柔媚 这里风光极致,又难度适中,老少皆宜 全程住宿客栈酒店 如果你是第一次去西藏徒步 那么库拉冈人一定是最完美的选择 整个行程用时一周 从洛地拉萨开始,我们就要注意保暖 多休息,多喝水 雾饮酒,以免诱发高返 抵达库拉冈人之前,必须要有两天的长途驱车 第一天车程300公里 乘车时间5.5小时 沿拉萨河金贡嘎县 从干润河谷到茂密森林,再到丹霞土林,让人目不暇接 在瑟香镇的酒店好好休息,三天的徒步即将正式开始 第一天,徒步10公里,徒步时间6小时,爬升200米 今天的徒步呢,比较简单 多人客栈 第二天,徒步11公里 徒步时间7小时,爬升400米 早餐后,沿着白马林错右侧山谷而上 一路爬升前往库拉冈人下面的三个圣湖 海拔从4500上升到4900米 站在高处,三神湖和库拉冈人坦路无遗 自北向南,镶嵌于群山之中的三神湖 如三颗璀璨的蓝宝石 拍照完了之后,我们原路返回错域村 第三天,徒步10公里 徒步时间6小时,爬升300米 早起乘车前往白马林错停车场 沿山坡爬上戒酒错观景台 绿松石般的湖水 映衬着巨大的库拉冈人和卡日江雪山山体 山与水,在此和谐交融 当天下午4点左右返程 我们直接乘车前往洛渣县入住酒店 次日,也就是此行的最后一天 乘车300公里,用时约6小时 我们会沿着洛渣河谷一路上升 翻越5363米的蒙达拉山崖口 依次抵达普摩庸座和西藏三大圣谷之一的杨卓庸座 之后经贡赶机场返回拉萨 七天转瞬即逝 库拉冈人行程的结束 相信会是你探索西藏的开始